大家好,今天是2月15日,星期四 今天的市場先跌後升,所以基本上是好的 很多人可能會擔心,會問,為何會升港股前跌了嗎? 我自己就很簡單,阿爺出手,阿爺現在正在放假,阿爺沒有出手 你認為阿爺不出手嗎?當然不是 我們有消息看,中國國內銀行有關於交付債務,證券交易,地產方面發財 整個假期都不用放了 你看到他就是,辦公時間沒有出手,不過每個加班 你知道之後,外面的就是猛成神 外面的,蓋盤蓋不切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回來之後,下個星期應該都會有些幸福 因為,為甚麼呢?阿爺截了所有的沽盤 你這樣沽?拉你打一把都可以 阿爺說的話,假裝惡意做空的 所以,回來之後,從2月到3月到4月,我們將會看到一批人頭落地 就是惡意做空那些 好嗎?好,那既然是這樣的時候,那怎樣做呢? 所以今天就買一些國內的ETF 好了,那今天呢,就是升的板塊,暫時不太多 那這些,就是升的珠寶那些東西,就沒甚麼的 影響不到農產品是沒甚麼的 那麼,就看看,中標珠寶那些 這個,就是蚊嶺股,周提福,10元以上 兩個數位的,升0.3元而已 農業產品的,這裡除了這個康德農木 是去到這個有雙位數的 那麼,其他這些都是,很厲害的而已 保險股,那這個就要留意了 你看到很多這些保險股,開始現在都會是升的 那為甚麼呢?因為他們這些,這批除了橫理 除了右方,很多這些這樣的是,這些保險股呢 他們的主要的投資範疇,都是國內嘛 就好像剛才我剛才這樣說 如果國內的資產值是慢慢升上來 他們那個,資產價格裡面的那個東西 就要有升了 那麼,工業就沒甚麼啦 你看到,全部都是這麼多 很多都不夠一元股來的 豪子股 信仰玻璃被人剔除了MSCI嘛 好像這些好像是 那就是人家都升了,為甚麼? 不用靠你的啊 那麼,再跟著就是這個保健 那麼,我們看看這個大盤方面 紅色的就是升的啦 綠色的就是跌的啦 那麼,我們來看看這個大盤方面 那麼,你看到升的呢 又不是太多 就是升幅,不是太多 不過它是升 跌的,跌幅度是跌跌的 跌2跌1跌0.8 那麼,這些就是這樣看啦 啊,其子 那,今次是很明顯的 基於保利亞通道中族之上的 不用想啦 將會是應該會要去挑戰162的啦 163的啦 162,163 以前一直都說過 就是這個的是辦酬位 啊 勝算了之後 那就上網就是 很簡單啦 就是這個位的啦 170,172 那麼,如果再升穿之後 那麼,我就是 昨天也有說過啦 很快就應該會挑戰去 萬八區的啦 那麼,這個應該可能 今年就是 希望啦 希望啦 難道真是日日顧穿孔 股票可以留意啦 海豐國際 這隻 雷里輸錢的 海豐國際呢 去年宣佈盈利是跌了七成 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